主席 主席各位先進 先請一下部長好嗎 主席部長 賴文好 部長你好 讓你喘一口氣 喘一個台 我們看到說最近 我們已經跟泰國已經有簽了 租稅協議 但是一直沒有公布 你要不要證實這件事情有沒有簽 有上個禮拜 在外交部我去 有參加這個簽證的儀式 因為還沒有抱怨 還沒有正式生效 所以我們就沒有發佈 簽了 簽了嗎 但是生效的程序還沒有完成 但是就是說以後是怎麼樣 是主動的 這個稅資料交換 還是說我們如果去泰國 有人去那裡賺的錢 也要報還是說這邊怎麼樣 不是其實租稅協定 對雙方的居民都有幫助的 因為他是不會重複課稅 他就避免 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第二個呢 對相當的所得 我們都用比較低的課角力 記得鼓勵的話 用百分之十課 好所以差不多是 最機會生效吧 對對對 很快很快 那下一個聽說 也在跟加拿大在洽簽當中 下一個是 加拿大 加拿大正要 想要洽談 再洽商 進度也很順利吧 沒有 目前僑民有一點意見 目前在溝通中 僑民是怕那個查出來的東西 其實 我跟委員報告 澳洲 紐西蘭 新加坡 泰國都有僑民 其實我們 他們是一種 無謂的恐懼 也沒有了 第三個 這個 這個 現在大家很關心 這個我們的財政的問題 怎麼樣開源 我一直就很納悶的 就是說 其實我們根據相關的法律 所謂的國民年金法 就有一條啊 政府可以加營業稅 一個趴就是330億 當然你怕說這樣引起全面的 這個物價上漲 什麼之類的 但是 我們也可以講說 台灣有錢也是很多啊 能不能採取一種叫 分級式的營業稅 超過多少消費 加一趴 超過多少再加一趴 這些都不要修法耶 5到10%都是你決定就可以啦 不需要經過立法院啦 我不瞭解說 你現在在這裡撐很緊啊 是不是 你說我的舉在上線不要增加 我們都給你支持 可是在開源這一部分 除了這樣擠擠擠之外 能不能 這一部分 明明有法案在你手上 工具在你手上 5%到10%都不要經過我們 為什麼不用呢 對不對 你要不要講一下 是 我想跟委員報告好 你講的是沒有錯 我想第一個 這個營業稅 它沒有累進的啦 它是比例 為什麼呢 它金项稅額要抵銷项稅額 如果用累進 那會比較麻煩 有些金项大一些 沒有是累進 就超過多少 就差一趴 那是累進的意思啦 就是說 超過一定的金額 那有一點累進的意思 大概用比例稅率比較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那個5到10% 現在增收率是5% 那其他的 有行政院定制 那行政院當然有他的政策考量啦 我想這個我適當的指定 相對5%其實全世界是相當低的 全世界最低 最低的嘛 最低 這一部分是有空間 只不過大家不敢講而已嘛 全世界最低 對吧 定位副市長呢 兩邊我都有接觸啦齁 我們在中間的也是夾在中間也為難 兩邊都是好的官員 我們都希望兩邊都支持 發現你們兩邊啊 第一個 到底有沒有溝通 對不對 你說有喔喔喔喔這個那個那個 台北市說沒有啊我被捅了一刀啊突襲 啊這個好人兵叫突襲 要不要講一下那個丁副市長 你有沒有被突襲的感覺啊 對我想 雖然張部長這邊我還是要講實話 是被突襲 講實話是被突襲 是真的被突襲的感覺 而且坦白講 為什麼突襲為什麼這麼強烈突襲 部長講的只有一次的會議裡面 因為他剛剛講的事實上表現出來 每一次會議都改變 而且那些會議並不是正式討論公債法的會議 只有最後一次會議並沒有獲制結論 然後就拖到三個禮拜前的禮拜三 我們突然接到通知 因為由我來代表參加院會 然後我們才知道說明天就要討論這個公債法修正修訂條例 而且而且是詳情根本說不清楚 部長剛才有多少幾次啦 所以前面都有溝通 但是後面比較長出 你有講喔 所以我們不了解說 你在急什麼部長 上面有壓力嗎 上面有指示嗎 還是 也不是啦 我們九月送出去 後來 本來我們的個別的債限是用稅出當分母 那用稅出齁 大家因為事實上 99年那個版本就是用稅出當分母 大家認為稅出是內生變數 你稅出越龐大擠債越多嘛 所以後來他們說改為GNP 我剛才已經公開講了齁 整體債務不調高 這個我們支持你 是是 這個支持你 可是第二點啦齁 第二點 全部剛才副市長丁副市長他們講得很清楚啊 講你 你只割萬分之九耶 萬分之八點九啊 太小氣了 中央這一部分人肉割太少 通通叫台北市承擔啦 台北市承擔之重啊 我覺得 你不覺得這樣子對台北市不公平嗎 這一部分有沒有空間請問部長 有沒有空間 你也多少 共襄盛舉吧 共提時間吧 你也割一點出來 可不可以 是我要跟委員報告齁 如果就 財政的狀況來講 中央也不是很好 我想各位委員都很清楚的 我們大概 剩下四千多億的擠債額度啦齁 那四千多 部長我另類思考 這樣反而更好 你就可以告訴其他部位 對不起要舉載 沒有 兩手一攤 空空如也 這樣要折 你很好做的 你很好做的 我們替你做壞人 對不對 你把多的 通通拿出來 就朝開言決定的方向 對 你拿出來 你怎麼都要欠 對不對 你不用欠 來來來 副市長 我在跟部長跟委員報告 就我們願意把我們的 百分之四十六的這個 被削減的 把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八 就從 降到三千六百億 這樣子的話呢 就會多出一千多 一千四百億 讓部長 讓財政部有機會 去跟其他縣市調節 我們是不想佔其他部份的任何便宜 這個副市長講得很誠懇 他勾這麼多出來 你要不要勾 要勾一點 你要不要講一下 台北市長 跟副市長的感受 我們都感同身受啦 事實上我們也看得出來 因為那個是一個比例下來的 那如果這樣的話 當然 我想 中央也 雖然財政困難 也一定要供提時間啦 也不能不供提時間 所以你的治理行間就是 所以今天丁副市長 你來的很值得啦 你面子很大 你看 張部長就說 這樣可以說了啦 聽起來 我的解讀啦 如果沒有錯啦 是不是中央願意 你割一點出來 割不好聽啦 放一點出來啦 對吧 我這樣解讀我沒有錯 點頭啦 可以可以 是嘛 對不對 這樣就是善意的開始啦 謝謝謝謝謝謝 感謝嘛 好 再來 我們來 兩兆的真資點 捷運到底是不是自場的 我們要不要副市長講一下 捷運如果是自場的 什麼意思各位 各位看官 各位好朋友 很簡單咧 就是說以後我們投資的錢 要收回來 從什麼店收回來 使用者會不會 票價收回來 從 淡水到新店 現在六十塊 通通自場的話 變兩百四啊 老百姓很有feel 絕對抗議的feel 我問委員說明一下 事實上 郵電雙掌之後呢 台北市捷運 已經是個基本上 不賺錢的公司 但是我們還在打八折 用悠遊卡 那捷運的這個新店 只有少部分是自場性 絕大部分是 少部分大概多少幾% 大概20%左右自場性 我看到資料比你更少咧 還不到20咧 還10%左右 是自場的 其他都不是這樣 比如說 這個我們主席最清楚啦 當過這個台北市副議長啦 他最清楚啦 就什麼交球站啊 那些什麼 共購那些 其他都沒有啦 其他通通沒有啦 如果按照財政部所講的 全部自場的話 那我們估計 需要漲到三到四倍 剛才主席所講的 六十塊到一百八到兩百四 這個根本是不可能 接受的這種現象 各位想一想喔 如果捷運從六十塊漲到兩百四 請問誰要做捷運 做計程車啦 對不對 還做捷運 大家很清楚嘛 所以部長 今天你來 你就有善意了 我們應該要跟你鼓鼓掌啦 但是我們要講一下說 外面的聲音一直在批評這個 這個台北市好市長 我都替他覺得 暴趨啦 明明這個是大部分非自場 但是被媒體講成大部分是自場 不通啦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二個政治點 第三個政治點 來一個 預算數跟實際數 部長 這個你可以 從善如流 通通用預算數 不要用實際數 可以嗎 本來喔 本來我們的修法 是用實際數啦 那我們估算的時候 因為我們想說 大概明年一百零二年度 才會實施嘛 那一百零二年度的實際數 還找不出來啊 所以我們就用一百零二年的 預算數 假設他全部借滿 就是實際數嘛 差四百多億耶 對我們就用一百零二年的 預算數來估 好請問第部署長 假如這個法案 財政部的版本過 台北市會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時候爆掉 很精確的 我們在一百零三到一百零四 就爆掉了 爆掉 我看昨天市議會做成一個決議啊 說 要把這個 萬大縣 萬大綜合樹林這條縣啊 要招標工程暫停 有沒有這回事 我們目前不希望這事情會發生 我們希望另外還有一個線 就是信義縣東延 這兩條線 因為主席是 當我們副議長很了解 這兩條線絕對不能夠延遲 所以我們希望今天能夠在委員的協助下 財政部能夠給我們善意的回應 我們希望能夠當前 這樣市民 包含台北市新北市跟各地 大家能夠放心 我相信 我要講一個東西是 很具體的 很具體的 這些 老實講 平常心講 現在台北市 捷運 大概都蓋好了 剛才部長講了一句話 影響的不是台北市 影響新北市 如果停擺 我們不樂意見到的 是影響到旁邊的城市 這個新北市 甚至以後的基隆市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是整個國家的一個災難 那麼我很高興看到這個部長有善意的釋出 我們希望 今天如果有機會 或者下次有機會 我們協商的時候 好好的往這個角度來 就是第一個 財政部願意 放一點出來 quota放一點 不要只有萬分之九 第二個 預算數 實際數這部分 我們希望有個解 總統把它改成一次 預算數 這中間來回就差滿多的 其實 這是算數問題 那麼最後一點就是 要肯定張部長這一段的努力啦 那以及要肯定我們台北市的長官 好市長丁部市長 這段也都滿努力 大家都很理性在溝通 為了國家的發展 所需要的 祝福大家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好 感謝 兩位請